每年的这五位将会基盘总统和立委赛计投票 既民主委员会有很多既来台湾 有出席公民新军的新主兵 可以了解台湾赛计投票的方式 特别在保里顶来基盘一项赛计投票设定会 当时也安排新主兵先实质来台湾赛计投票作业的流程 票面在投票时来发生错误 也影响到人投票的团队 每年选总统和立委台湾有三项选票 选票要投入同一样写水的票数这是很重要 特别是总统台湾 选票顶头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两人一座 就先自民他们家回不到去 这样就变成废票了 没关系啦 为什么会盖两个账 没有较清楚 有时候会使用印章或者是盖指印的方式 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那另外像总统副总统他们是一组的候选人 有时候新住民他们在圈头的时候会误以为说 总统一组盖一次 然后另外一组总统又把它误认为是副总统又盖一次 会认真的在看再练习一次嘛不要投错嘛 投过几次票呢 十年前就投 我拿三分钟十几年了 就因为市区的三星律师的错误 移民宿特别在保理店 基盘一条新住民投票作业选择选择税免费 当时安排是多投票作业流程的体验 大概上会啊会熟悉还是有一点点模糊 哪个地方你会觉得比较模糊 呃就是票很多的时候啊 就是像之前不是有那个十几条的那一个会模糊掉 也是第一次接触嘛 接触这种投票的人 会觉得很複雜很複雾 就可能说最后的那个盖章那个可能会弄错吧 那最主要是让我们新住民朋友啊 能够了解台湾的选举制度 还有我们投票的一些流程 一方面我们也保障新住民的权利 有新住民也不在台湾投票 但也不就新住民 其实已经有很多百的投票经验 但选择单位依照过去经验 也就是会发生不就投票错误的问题 以民宿和管府都希望就有这种选择活动 加称新住民对台湾选择得很强烈的认识 减少选择发生 也偏偏影影响自己的企业 接着王朝鑫 彩虹报道 接着王朝鑫 彩虹报道